2014年南昌火车站 一位正在贴寻人骑士农民遭到警察的驱赶 农民见到警察后转身就跑 过往的行人没有一个认出 这个穿着邋遢浑身异味的人 正是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刘德华 那年事故在南昌火车站取景 火车站人流比较大 驱逐不想造成混乱 于是就将摄像机隐藏后实景拍摄 所以当警察发现刘德华在贴寻人骑士时 立马出声喝止 大声警告他不能在公共场合乱贴 刘德华当时愣了一下便意识到 警察是把他当成真乱贴广告 扰乱站台秩序的人了 被驱赶的刘德华立刻像普通农民一样 惊慌失措的跑开了 还不小心踩到了旁边的马路牙子 扭伤了脚 驱逐的人非常奇怪 问刘德华 你为什么不表明自己的身份 解释我们是在拍电影 刘德华笑着回应说 因为人家是一名禁止守则的好警察 人家也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 本来就是我们妨碍了人家工作 不需要过多解释 赶紧跑开就行了 很快刘德华因为电影情节 被驱赶的消息 就登上了当地报纸 而剧组之所以隐藏拍摄 还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2014年 剧组在泉州钟楼西街开机 结果他们的炮刚刚架好 机器还都没上去 下面就有近千名粉丝和人群围观 上房子的 上树的 群众把拍摄现场围的水泄不通 剧组第一天的拍摄进度白白浪 张艺谋曾说 刘德华太帅 演不了农民 刘德华说 他错了 皮肤不够黑 他就在海滩上暴晒一个礼拜 用盐巴将皮肤搓粗糙 手太干净 他用错刀剪坏了自己的所有指甲 往里面塞土 涂药水 他身上的衣服是剧组东拼西凑来的 几十年前的旧衣服 电影拍了三个月 他穿了三个月 以至于后来整个剧组都弥漫着 这身衣服的味道 演对手的薰演吐槽 华哥身上味太重 薰了自己把台词都忘了 为了营造宝京风霜的苍苍喜劫 他一直弓着背 皱着眉 操着沙哑的嗓音 两臂染白 脸上做斑 因为扮相太真 有时他在街上拍摄时 许多人都没认出这是曾经的偶像 甚至有不少围观群众同情他的遭遇 跟他聊了许久孩子的事 靠不夸张的说 刘德华的事故带动了无数人对打拐的关注 向大众展示了原型郭刚堂 苦寻儿子二十多年的艰辛 当初导演怀着忐忑的心情 将剧本送到刘德华手中时 因为这在当时是小众题材 同类型的电影大多都是扑该 几乎没人看好 没想到刘德华不仅答应出演 而且他要零片酬出演 甚至后来因为取景地太多 剧组经费不足 刘德华还自掏腰包垫付 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关注打拐的社会现象 刘德华竟毫无明星架子 蹲在地上和群演一起吃盒饭 但小鲜肉却不干了 他怒斥 剧组的盒饭不是给人吃的 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说着就要把盒饭砸在了地上 当时刘德华刚好排队领完盒饭 和群演一起蹲在路边吃饭 小鲜肉看到天王刘德华谁突然愣住了 也没敢再砸 只得尴尬的兴兴离开 与之前人潮汹涌之目 可谓是格外相似 事故上映后 一反之前冷门题材 无人稳筋的状态 直接大火斩获了两亿票房 刘德华拿了国内电影的最高荣誉 而这部电影带动了无数人 关注拐卖儿童的社会问题 在电影上映六年之后 事故原刑郭刚堂 苦勋儿子二十多年 终于与儿子团聚 另一部打拐电影《亲爱的》中 原刑孙海洋也与孙卓团聚 两家的团聚给了无数人信心 6月14日 孙海洋质疑人贩子量刑太轻 拐走两个孩子14年 因为找不到金钱交易证据 嫌疑人却只判五年 孩子被拐 无数家庭陷入痛苦 多少苦勋孩子的亲人 在寻子路上倒下 孙海洋说 自己质疑不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无数 还没找到孩子的家庭 他们中间 有人因为找不到孩子 跳楼跳车 痛苦了一辈子 这样的过轻的量刑 只会让人贩子更加猖狂 只会告诉别人 消灭金钱交易证据 就能做几年老酒出来 至于含泪索赔五百万 孙海洋表示 自己不是说就是要他这个钱 14年失去孩子的痛苦 经历的种种 只换来人贩子 五年的铁窗生涯 而本性已坏的人贩子 根本不会在意 他索赔五百万 就是让人贩子 这辈子都在还债 让他这辈子都记得 自己犯下的罪错 孙海洋的发声 得到了无数人的声援 事故原刑郭刚堂 也声援孙海洋 这不是钱的事 拐卖带来的伤害是终身的 只有重拳出击 重拳打拐 才能震慑住人贩子 希望天下无拐 这天早日到来